这是死者生前最后的监控影像 当时处于热恋期的他们 正漫步于公园 殊不知 突然窜出的黑影会 朝他们的脑袋关上连开三枪 双双毙命 不禁让人耗尽 一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犯罪嫌疑人 为何能有一把自制枪 他与两名受害人 又有怎样不可调节的矛盾呢 时间2015年7月5日 地点山东省林一市 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彭大爷又开始新的一天 每天来公园溜的几圈 是几十年养成的好习惯 可这次的经历 也许会让他改掉这个习惯 当他走到长廊时 发现两个年轻人躺在草坪上 身边还有很多血迹 即使自己见过大风大浪 但看到眼前这种害人场景 彭大爷也是颤颤巍巍地拿起手机 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当地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 火速来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勘察 倒在血泊中的一男一女已经死亡 加上现场没有挪动和拖拽的痕迹 警方判定 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经法医勘察 两人的死亡原因 为被子弹击穿头部而亡 在附近的草地上 警方找到了几颗带血的弹头 很明显这是一种自制枪支发射出来的弹头 当发现有枪支 警方觉察到这起案件比一般刑事案件更恶劣 如果嫌疑人会继续作案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必须尽快抓到他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死者身份 然后从死者的社会关系入手 这是警方侦办刑事案件的一个基本思路 可由于现场没有任何能证明两人的身份信息 加上案发的公园位于流动性极大的林一市区 排查难度可想而知 侦察员一边将协查通告发到各个派出所 希望他们可以匹配到类似失踪人 一边对案发现场进行走访排查 希望能找到相关目击者 直到7月5日傍晚 辖区内的派出所接到一起失踪案 有人报警称自家老板娘失踪了 经过了解 失踪人叫冯丽 一个没假店老板 本身第二天要开门做生意的 可到中午也没见他来 随即 侦察员与冯丽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通过对死者照片的辨认 他们确定死者正是自己的女儿冯丽 与此同时 他们还辨认出 另外一个男死者是冯丽的男朋友楚言 一对年轻的恋人 到底是得罪了什么样的人 从而招来了这样的杀生之祸 警方对两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 通过对两名死者的父母了解的 冯丽从职高毕业后 救出来上班补贴家用 前几个月 为了让女儿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老两口拿出家里仅有的三万元钱 给女儿开了一个没假店 平时冯丽和母亲关系最好 有什么事都会与母亲说 近段时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还经常说楚言这个男友很好 甚至有年底结婚的打算 随后 侦察员来到了楚言的家 由于他的父母在当地开了一家加工厂 楚言的家境比较殷实 加上是最小的男孩 深受一家人的喜爱 其母亲表示 楚言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一直在他们身边 下班了也是打游戏 基本没什么社交 自从认识冯丽后 楚言才开始变得开朗 每天都想着和女友出去玩玩 因为她觉得 冯丽就是她要等的那一个人 通过对两名死者的亲人朋友 多方询问调查后 两人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无任何不良嗜好 殷情仇被杀的可能性很小 难道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就在这时 负责视频侦察的民警传来一条消息 他们从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线索 在7月4日的22点58分 楚言和冯丽出现在公园的小路上 两人手牵手地向案发现场走去 就在监控尽头 警方发现有一个黑影与两人擦肩而过 当两名被害人消失在画面中后 该黑影站在那对他们进行了观望 没多久也进入了案发现场 通过另外一个监控探头 警方清晰地看到了这个黑影 这是一个男子 头戴鸭舌帽 身穿短袖长裤 背上还有一个包 没走几步就东张西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在23点44分 该男子再次出现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地方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之前的闲庭信步 而是大步地逃离现场 很慌 很紧张 结合法医判定的死者死亡时间 在7月4日的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左右 警方认定该男子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那这名男子做完案后又去了哪儿呢 通过对公园门口监控和交通卡口探头的调阅 发现该男子翻墙离开了公园 潮满是荒草的建筑工地逃去 可由于该地没监控探头 警方失去了对男子的追踪 随后 警方调来大量警犬 对目标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 在警犬的帮助下 警方在建筑工地里发现了两部手机 一个女士皮包 以及一个跨包 据调查 这两部手机和皮包是两名死者的 而那个跨包很有可能是嫌疑人的 在跨包里 警方找到了一把自制土匠 一些未激发的弹头 一些随身义务 通过把跨包中的弹头与案发现场找到的弹头 进行比对发现 这把自制枪就是此案的兄弟 也就是在这把枪上 技术人员不光提取到两名死者的DNA信息 还提供到另外一名男子的DNA信息 可让人遗憾的是 将该DNA信息上传到数据户后 并没有比对上可疑人员 这说明嫌疑人没有前客 由于嫌疑人留下的随身衣物在当地都是很常见的 警方从这些线索深入排查会非常困难 这时 一个白色塑料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里面放有很多弹头 而这些弹头上有外包纸 通过整理 技术人员从塑料瓶中取出97张圆形塑料片 从这些塑料片上 技术人员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字母 重新拼接后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超市购物袋 而这家超市有大量分店 基本都在河北石家庄这带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人去超市购物都会选择就进超市 那嫌疑人会不会就是石家庄人呢 警方立即派出一路侦察员 去往塑料袋上的超市 希望从这里找到嫌疑人的有关线索 与此同时 负责视频勘察的侦察员在海量监控视频中 再次找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在7月5日凌晨0点26分 嫌疑人出现在离案发现场4公里远的汽车站 在这里 他闲逛了一会儿 根本没进入车站 貌似在做反侦察 一段时间后 他乘坐一辆三轮车离开了汽车站 通过对三轮车司机询问得知 嫌疑人的目的地是高速公路的入口 而且通过两人的交流 司机确定嫌疑人为外敌人 不是林一本敌人 看样子 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如果在黄金时间无法抓不到他 以后就更难抓到他了 通过调阅高速入口的监控 警方证实了三轮司机的说法 经过调查 这个入口平时会有客车在这里载客 难道嫌疑人是在这里搭乘客车离开了林一 可通过侦察员对案发时间段的客车摸牌后发现 根本没任何迹象表明嫌疑人搭乘了客车 通过警方研判后 他们认定来高速入口是嫌疑人给他们放的烟雾弹 从而来迷惑警方查找他的踪迹 此时的他应该还在林一 加上入口周边是乡镇 他极有可能去往了乡镇 随后侦察员对高速入口沿途的监控探头进行了调阅 果然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7月5日早上5点11分 嫌疑人出现在费县的一个小镇上 走了一晚路的他显得十分疲倦 他在这里吃了一点早餐 然后就在一个商场附近转悠 稍不注意 他就消失在监控盲区中 当侦察员再次以之前的外貌特征进行寻找时 怎么也找不到 线索一下子就中断了 侦察的黄金时间是在一周的时间 如果关键再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后续的工作将会越来越麻烦 难道嫌疑人就是这个镇上的人 突然消失的他只是回到了家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 侦察员第一时间来到镇上 对这里进行实地排查 同时在周边粘贴寻赏通告 希望有群众可以提供相关线索 很快 有一名水果摊的老板向侦察员反映 他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男子 当时该男子问他哪里可以提光头 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店铺 通过对理发店老板的询问和辨认后 侦察员确定嫌疑人7月5日早上 在一家理发店里剪了光头 临走时还询问老板哪里可以买便宜的衣服 继续追查 侦察员在一家服装店的监控中 再次发现改头换面的嫌疑人 以他现在的外貌特征 侦察员在交通卡口探头中 发现了嫌疑人的后续行动 7月5日上午8点39分 嫌疑人乘坐公交车来到了费县汽车站 9点39分 嫌疑人在这里买了一张长途车票 由于该车站没有实施实名购票制 侦察员无法得知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以及目的地 只是通过监控发现 嫌疑人买票时 首票员伸出了五个手指 那他买的票应该是五元或者是五十元 可这个车站没有五元票价的长途车 那就只能是五十元的 通过查询 费县到济宁市的车票正好是五十元 随即 侦察员驱车来到了济宁汽车站 通过监控 发现嫌疑人没有离开车站 而是继续在这买了一张车票 同样由于没有实名制 侦察员没得到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购买车票时 嫌疑人给售票员一百元 最后拿回一张一元纸币 这说明车票价格是九十九元 经过查询 济宁汽车站到河南省安阳市的长途客车 票价正好为九十九元 难道嫌疑人是河南安阳人 可从之前的调查 嫌疑人具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去往安阳也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烟雾弹 就当侦察员还在质疑 嫌疑人是否为安阳人士 前期负责调查塑料片上超市的侦察员传来消息 这家超市在石家庄 宝定和恒水等地都开有分店 近期也在河南安阳开了一家分店 两路侦察员得到的线索都指向这个地区 这说明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河南安阳人 或者说河南安阳市嫌疑人的停留点 通过对安阳汽车站监控查询 他们发现嫌疑人7月5日傍晚回到这 并在20点04分回到了当地的一个小区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敦守后 2015年7月18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13天 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通过审讯 嫌疑人很快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牛志敏 46岁河南省安阳市人 地地道道的农民 没犯罪前刻 在朋友亲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说他杀人 他们完全不会相信 那到底是什么 会让这样一个外人口中的老实人 对一对恋人下如此重的毒手呢 据牛志敏交代 他和两名死者根本不认识 杀他们也只是为了抢钱坐车回家 原来牛志敏和妻子一直关系不好 总是会吵架打架 在案发当天两人再次因一些矛盾大吵一架 牛志敏就打算离家散散心 他就带着随身衣物以及一把自制土枪前往林仪 对于这些枪支的由来 牛志敏只是说 自己对枪支的操作和原理十分精通 由于平时和妻子吵架后没地方宣泄 就制作枪后在老家进行射击宣泄 牛志敏来到林仪游玩了几天 身上的钱也只剩下几十元 回家的路费都不够 从这时起他有了抢劫的念头 2015年7月4日晚上他来到了案发的公园 闲逛时发现了两名被害人 看着楚岩手中的包狠值钱 就想着这两人就很有钱 尾随到没人的地方 就实施抢劫 可冯丽却大声呼救 这就让牛志敏起了杀心 到此案件真相打白 等待牛志敏的必是一颗善良的花生米 不够的话可以是一缩子 同时这起案件也告诫我们 在面对危险时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